好,就是关于我们的WritingMaze的这个question 用stack的方式怎么去思考呢 首先,我们有一个maze 是和之前的一模一样的一个maze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solution 现在所有的都是0 另外呢,我们多出来一个就是stack 来记录我们是如何去行走的 首先,我们需要把刚开始的地方设成是1 然后呢,我们要考虑往右走还是往下走 这个考虑的标准是在于我们需要有三个基础 首先第一个我们是需要去check 是否我们右边的这个地方 它的x是小于或者等于我们整个 那个整个map的一个length 也就是说在这里x需要是小于等于3 0,1,2,3 好,然后呢,这里maze 第二个条件是maze这里 是否是等于1 然后第三个条件是solution这里 是否是等于0 如果三个条件同时满足 我们就可以往右走 这里我们发现我们的三个条件 其中有一个不满足 那就是我们的maze这里是0 而不是1 所以我们不能往右走 好,我们要考虑往下走 同样也需要三个条件 首先第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的y 是必须要小于或者等于我们的这个高度 也就是说是0,1,2,3,13 然后呢,我们的y 我们的maze这里 是需要是等于1 同时我们的solution这里是需要等于0 发现这个三个条件都满足 我们就可以往下走 把这里标记为1 然后在stack这里呢 我们就把它写一个叫做b b代表我们是往下bottom 然后r代表我们是往右right 好,现在同样的道理 我们去check是否往右走可以 发现往右走是可以的 我们这里写1 然后我们这里写个2 同样这里往右走是可以的 写1 写2 这里写1 然后呢,我们写2 但是在这里发生那些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的这边 发现不能再往右走了 对不对 那我们check的三个条件 第一个 那就是x需要小于等于我们的整个宽度 是不符合的 所以说在这里 我们不符合这个条件过后 我们需要backtrack 我们去backtrack 我们就把最后的一个element pop出来 然后呢,我们把这里标记为-1 同时,我们如果backtrack pop出来的是right 那么我们就要向左走一格 如果backtrack pop出来的是bottom 我们就要向上走一格 刚才我们pop了一个right 所以说我们就向左走一格 现在就到这里 这里,我们又要去check 是否我们的三个条件满足 其中有一个条件 就是solution的 右边是等于0 这个条件是不满足的 它现在是-1 我们刚刚标记它为-1了 所以说我们这里不满足 我们要backtrack 把这个r给pop掉 然后呢,变成-1 然后因为我们pop的r 我们就往左走一格 就到了这里 好,这里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check 是否往右走可以 往右走 我们发现是不行的 因为这里solution是-1 所以说我们要去check 是否能够往下走 往下走 我们发现是可以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可以标记为1 然后我们这里写b 同样的道理 如果往右走 是不行的 那么我们就只能往下走 这里1 标记为b 然后这里往右只是可以的 1标记为r 然后这里 1标记为r 我们最终到达了我们的终点 在终点的一个情况 就在于我们这里 是x等于n-1 同时y等于n-1 然后同时maze 这里是等于1 那么我们就到达了终点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return一个true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万一没有路怎么办 比如说我们这里是一个0 对吧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同样的 先从1开始 右边走不通 我们只能走下面 我们记录一个b 这里是1 好这里右边走不通 我们只能看下面 下面也走不通 好 那么我们这里就需要backtrack 对吧 然后呢 b backtrack 回去 就会回到这里 这里 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我们stack里面 变成empty了 就是没有任何东西了 这个时候说明我们就回到了我们的最先的原点 我们找不到出去的路 说明我们是没有任何一条路 通向我们的终点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return我们的false 并且就是结束我们的这个function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这条路 好以上就是关于这个题的思路分析 对 对 对